张老师怎么看 我倒是乐观一点 我对习近平有没有办法开好这个会 是比较乐观 为什么我比较乐观呢 首先我们先跟台湾的观众朋友 可能比较不了解说什么叫四中全会 因为共产党其实 照现在中共共产党章 那是五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现在已经开到第19次了 所以大家常听到19大这个名词 然后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会选出大概2000多个党代表 再产生大概200个中央委员 然后这些中央委员呢 原则上定期要开一次会议 这样的会议叫做中央委员会议 简单就叫做第几次的话 就叫做第几中全会 所以呢这次来讲就是第19次 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这批中央委员 开了第四次的中央这个全会 那么这个中央全会 跟一般民主国家的这个国会 是绝对不一样的 它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这个 在讨论议案啊 还是这个彼此这个相互争执啊 这个翻桌打椅啊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有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中 这个第几中全会之前 一定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中央工作会议 其实大概就给这个会议定调了 那到了这个中全会的时候 原则上就只是通过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决议 所以呢照理说呢 现在如果还开不出来 很可能是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是习近平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呢 已经可以贯彻他的思想 第二个呢就是中央工作会议 还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当然这个不能开市中全会 这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就说 这个会不能乱开 因为会场就是战场 对 这个有道理 这个后来陈云就引申出来就说 有些会开不得 意思就是还没有得到共识 是不能随便开的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有两次这个中央全会 对他的历史改变非常大 一个就是呢1966年的8月1号到12号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呢 这次全会在中共历史上 最重要就是通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本来呢并没有决定 在这次中央全会里面 要开无产阶级文化 要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本来呢 他是在检讨刘少奇跟邓小平 在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但是会议开到大概8月5号 毛泽东发现状况不对啦 那他本来要批判刘少奇跟 这个邓小平就是镇压这个 部分学校学生运动的错误 但是后来发现了与会的人 与会的这些重要的干部 反而比较跟着刘少奇那边 所以在8月5号 他自己主动发言 后来呢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我的一张大字报 所以从此之后会议就转向批刘 批邓 这个是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所没有预计到 也没有讨论到的结果 那么这一次大转变 就展开十年文化大革命 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第二次呢 当然就是1978年12月18日的 所谓中共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这个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现在在中国共产历史上 是高度评价 因为呢第一 邓小平出来掌权了 改革开放开始了 第二就是现在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 在文革之后 在这一次会议里面 首次重回党跟国家领导人 当然他没有副职 而是这个列席会议 这就代表了他被平反了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